新城乡长河里台为了便利乡亲到乡公所洽工 规划在景陵乡公所的原住民多工能活动中心旁的乡友地 来另辟公用停车场 但由于该笔土地上存续平均地权条例适用期间的耕地租人关系 在与乡亲取得共事后 数十年无法使用的公有土地终于获得解套 未来将建制成乡公所的停车场 江南河里台在112年4月期间直视财政课、建设课、农业课、主计试等等相关课室 商场最短的时间之内 拟清自民国88年起有关案地承租权利属谁 以及试设平均地权条例的权利义务关系 以则承办理预算追加 这次从继承人联系、调节、建介以及土地补偿 加金支付为期四个月圆满达成 台湾科长蔡坚村表示 向南河里台展现高度的执行力 以亲民且爱民的方式与乡亲达成共事 完成数据乡长都未能解决的土地问题 目前土地已经取回 向南河里台也亲自前往县堪 并成的建设课规划整理为乡亲洽工的停车空间 让乡亲洽工更加便利 向我们右边正块土地 我们要谢谢这个地主 它虽然是占用了 应该占用二三十年 但是经过公所的努力 那我们现在把它取回来 它也没有要求很多 那我们准备到这个地方 来做这个停车场 来做这个停车场 那我们盐馆之后 办活动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啊 都有这个停车的这个空间 这都是公所努力的成果 像你看看这块土地你看看 在那个地方杂草重生啊 这个清洁队回去之后 这马上就要怎么样 要通知单给地主 把那个草要把它除干净 包括在新城乡各个村各个部落里面 只要是私有土地 共有土地啊 环境脏乱啊 我们都一以来怎么样 来这个 发这个文给他 希望他把环境整理好 我们希望不是在公共建设方面啊 我们做了好以外 在所有的环境上面啊 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骗 现在可以代表的是 因应乡亲恰工的停车需求相当高 需要另寻土地新建停车场 以便乡亲恰工 因而了解这样的问题 回溯本案 从民国88年历经21年 始终悬于未决 如今终于与乡亲达成共识 让新城乡立图书馆 原住民多工的活动中心 现在下面的代表会 以及新城乡公所 整合为完整的行政园区 感谢装新民众 配合公所整合行政园区 让详情恰工更加的便利 记得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